这些东西我们是预防的 属于一种预防医抗 比如有什么传染病流行的 我们又要注意传染病的环节 未病防病 大家要注意这个概念 未病防病 有病就防变 为什么防变呢? 譬如说我现在发现我血脂高 我血管硬化 我们防变了 变什么?变成灌心病 变成心脚痛 这个就是变 有变就防变 变成什么?可以心脚梗梗 可以脑血管以外 这个就是防变 所以这个应该是自味病 应该是概念 应该是这样的 换言之 其实这种自味病是一种逻辑关系 首先用前面的逻辑 把后面的逻辑 令它不够那么快发生 因为人人都想能够防 但怎么防发呢? 我怎么才知道我差不多要病了 我要防,那这些尺度怎么解决呢 三位嘉宾,你们怎么看呢 我其实也想到 我们大家每年都有年度体检 通常我们如果认真看的话 很多时候它的总结可能说 未发现什么问题 未发现有什么病变,未发现異常 但如果你细心看,可能某些数值 其实超出了标准的下限或者上限 这种情形,属于压健康 又或者出现这种情形 我们是否应该去未病科咨询 未病科 未病科,真棒 自未病科 你新创一个科目 未病科 我猜 因为在体检中 很多时候有些指标稍微高一点 因为自然科检查的东西不是绝对的 即是那个范围不是绝对的 这个还要看你的症状 如果你的症状是胡思念想的 每一样都想着这一样不行 那一样不行 你出现这些没有办法解释的症状 西施来说,从医生来说 这些是压健康 或者是神经官能症 或者是更年期综合症 就这么提 但是呢 是不是这些人真的完全没有病呢 他可能是有这种病 但他所出现的症状并不代表这种病 譬如神经官能症的人出现了很多 一会儿就放人家去 de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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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就睡不着 做什么 但实际上 一捐查过干,有一肢脂肪肝 但脂肪肝能不能代表那些病 不能够 所以有的那么多阳性的指标 不代表你出现的症状 是这个病 大家记住,致眉病最核心的就是三句词 眉病先防,和肌病防变,以变防尖 也就是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 如果发现了一些疾病初现的苗头 就要早点去医院看医生 及早确诊和治疗 常见的疾病有哪些少头 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呢 今天的第一个健康考题是一条连线题 请将腹痛、胸痛、头痛 和发烧以几种常见的症状 可能引发的其他疾病联合在一起 我们看看三位嘉宾是如何回答的 三位嘉宾经过商量认为 腹痛是由胃炎、胆囊炎、急性腸炎 腊间神经痛等疾病引起的 而胸痛可能是由胃食道炎、主动脈瘤 腊间神经痛、冠心病 头痛是由神经痛、颈椎病、脑出血 心肌梗塞等引起的 发烧就可能是由普通感冒 败血症、血液病、肿瘤等引发的 那他们的答案是否合适 来听听陈教授的讲解 腹痛 腹痛可以出现常见的胃病 急性胃腸炎 也可以 但也可以出现二线炎 也可以是胆囊炎 甚至可以心肌梗塞 好像胸痛那样 胸痛可以是神经痛的 是 可以是神经痛的 也可以是动物流引起的痛 主动物流引起的痛 也可以是胃痛 心肌梗塞 这些都有 也可以是脊髓方面 胸椎、椎眼盘的增生等等 脱出等等这些情况 也可以是神经痛 也可以是找不出原因的痛 神经追悦一种痛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有个病人头痛 那他是不是要把所有科都挂掉 去逐个科 看看我的头痛和你的科有没有挂钩 不需要 病人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是看内科 看内科 内科他看了之后 觉得你有可疑的 他和你转去其他科 首先是看内科 你头痛就 你头痛可以是神经痛的 可以是脑血管意外的 可以是脑肿瘤的 可以根本查不出任何原因的 对了 换言之 病真的很可怕 因为有症状之外 你真的不知道可能会有什么道向 或者是什么病 有些不可预见性 其实很简单 就一样我们常常会 发烧这件事来算 对了 究竟发烧也预视着什么呢 有可大可小 特别前一轮 听陈教授怎么说 立刻问问有没有蚊咬过 是 是否去过非洲 是,现在考虑你有没有去过非洲 其实发烧真的会引起很多 可能很多病会引起发烧 那是 譬如说腸胃道炎 都有可能会发烧 是这样吗 是的 很多病症都会 譬如说冠心病 有可能会发烧 这样的吗 我是这样看的 那要问问专家 是的,请教授 你觉得呢 看我来说是否对 那发烧的时候 我们第一步去医院看哪科先呢 发业门疹 首先看内科 都是内科 首先看内科 发烧是一个症状 它可以代表很多 可以是感染性的 也可以是非感染性的 也可以是神经功能症的 但是多数,比如说流感流行 那肯定是流感的部分 但流感可以引起最后流感好了 最后出现一些低效 可能会引起心肌炎 都可以引起心肌炎 就是病毒性心肌炎 都可以引起的 所以有些流感之后 造成病毒性心肌炎 最后突然死了 很恐怖 流感都可以试死 所以这些也可以 再有 败血症就更加了 譬如说你细菌感染的 细菌进入血管里头 在血液里头 将血液作为培养基 将血液作为培养基 变成败血症 这个败血症本身也是发高烧的 你急性胃肢炎 也可以发高烧的 其他的都可以 很多发高烧 败血症 这些血液系统病 例如恶性血液系统病 它又可以引起发高烧 所以这些发烧是一个症状 但常见的是一般感染 例如说上呼吸道炎 一般的感冒 一般的肺炎 这些是属于普通的 急性胃肠炎 这些是普通的 这些能够治好的 但很多未知的 感冒之后造成病毒性心肌炎 有些是可以发现得早 可以控制得好 有些就变成了 严重的防湿前度阻滞 就是病毒性胸肌炎所引起的 防湿前度阻滞 它可以突然心跳停 所以这些是比较复杂的 比较复杂 一个发烧 很可能是高危 不过也有些人 他会觉得自己感冒或发烧 有些人会选择 我吃点药 多点休息 不去看医生 其实会不会有一个指针 如果发烧 自己处理多少天之后都没有效 一定要去医院 大概要几天 一般这种情况 譬如去流感 流行 经过十天八天之后 仍然是发烧 通过处理 没有什么好转 就要经常做一些检查 譬如做到心念图 最基本的 做些心念图的东西 看看有没有防湿前度阻滞那些 一度、二度、三度、防湿前度阻滞那些 有没有病毒性心肌炎的影响 早做酶酶酶的检查 就是心肌酶的检查 如果有的话 就要按心肌病的 心肌炎的处理 所以这个比较复杂 普通的感冒是很简单 一个星期你就多喝点水 吃一些临时的推荐药 自己就会好 但如果经过一个月仍然低烧 发烧譬如38度 但是心率一百多次 就是说发烧和心率不成比例 本来譬如39度 发烧是39度时 我的心率的莫薄 大约九十几次 大约九十几次 但是现在发烧很低 但是心率很快 或者发烧一直是低烧 但是心率又很慢 也要注意 很有经验 陈教授 他所有的临床经验 总结成一套他的判断 所以发烧的东西 大部分是简单的 是 不用… 我们也希望是简单的 除了感冒,除智慧瓦 或者肠胃炎会发烧 如果不是这些表面的简单的东西 我觉得建议大家 快去看门诊 既然陈教授来到 不如说一些大丹一点的 心脑血管疾病其实最大丹 就是分分钟要命的 其实这些病 有什么病症可以觉察到去预防 心脑病 心脑血管病 你首先要发现有没有苗头 譬如说 你发现了血脂很高 你又吃烟 又血压又高 又有糖尿病 危险因素都在你身上 就是说这些 我们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有这样的危险因素 我们一定要预防 加上发现血脂很高 经过检查心脏又有 发现一些可疑的地方 就是心脏不齐那些 譬如心脏图的 S、T、T的改变 这样出现这些东西 再检查 还有其他的那些煤壳 其他等等都有问题 就要注意 说到致味病 目前社会上有不少误区 有些认为致味病 是吃多些保健品 和保药来防病 还有些认为 找个神医或者祖传秘方 就可以约到病除 那究竟哪些才是 致味病的正确观念呢 致味病又有什么独特的养生方法呢 下一节回来 陈教授将会详细和我们介绍 致味病的一些养生方法 男人,醒醒 吴寒、大寒、立不折 和家人一起过节 给自己的心披荐外套 一场能量反应正在发生 XO距离合创 XO新能套餐 登陆坑德基 和XO一起 超能玩出位 还有XO人行玩偶 是实力派就要做到更好 长时间排练就要长后无舍保护 新海飞丝 有后去试 更给你持久无舍保护 忘记投资烦恼 去试实力派 海飞丝 我要时间在面信 调转来行 奥丽大红瓶 肌肤细滑 紧致 肤弹力 四周挑战逆转 十年机灵 时光丽盒 采用斯华乐世奇元素 生生素颜系列 欧尼最美的你 肚痛是很复杂的 上肤痛可以是心肌感受 可以突然停跳 引起死亡的 也有 但是一般来说肤痛 都是考虑急性胃腸炎 慢性胃炎 或是胆狼炎 这些东西 如果你是炎症的 例如胆狼炎 可能很多时候有发烧 很多时候有发烧 那它们合适 算不算对呢 如果呢 如果你是腹痛的 可以查来查去胃又没事 其他都没事的话 也可以是胸椎 颈椎等引起的都可以 但是多半是胃痛的 多数胃痛 就是选这个第三是对的 是吗 选这个第三 选胃炎 这个是对的 这一辣 颈椎病是少的 胸椎病是多的 脑出疑,腹痛是少的 心肌梗塞可疑 神经痛可疑 多半是胃的 致味病主要 是令我们重视疾病的预防 未预约 那是不是意味着 有病不用去医 致味病有哪些不推呢 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题 健康考题 关于致味病 哪些说法是正确的呢 A,致味病就是要没有病找病 B,致味病表示中医不中治疗 C,致味病就是要吃保健品 和保药来防病 D,致味病就是要顺应自宜 注意养生防病 我就选D D 基本上一致意见也是选D 绝对是 我们有上课 我刚刚陈教授教过 D,就是要顺应自然 要助养生 没错 同时我也知道 现在有很多提供免费服务 尤其对于老人家来说 又不需要帮他看病 带你到哪里 到那家检查一下 这些有时候在背后 都可能会隐藏着一些骗局 有没有这样的事呢 有 但是不能够一棍子打死 有时候在正规医院里面 有一些免费的诊券 这些是好的 但主要是社会上的那种 不是正规医院的 那些… 不能够全部一棍子打死 有部份就好 是的,因为现在社区有很多 我记得我妈妈说 社区有很多买医疗器械 可能会买什么神器、神灯 他常常免费给你照片 免费替你擦血压 替你擦血压 对… 然后骗你钱 买这套 你浪费了钱就算了 如果万一耽误了 你的治疗就最糟糕了 所以消费者要清醒你的头脑 就是要相信那些专业的 和大医院的公司 街头那些就不要上当了 要掌握致味病的精髓 不单只要防止一些常见的误区 还要掌握养生方法 致味病有什么独特的养生方法 来看看第三题 治疗病的养生方法有哪些呢 A. 春夏养羊,秋冬养阴 B. 春不秋冬 C. 情治养生 D. 保持阴瓶羊臂 E. 运动养生 始终还是A 你肯定运动养生的 A. B. E. 不是, A. B. D. E. 就是多 A. B. D. E. 除了C. 他全部都选 是, 没错 A. 我就全选了 你全选了 我其实就不太理解 什么叫阴平阳臂 但是如果我选了 我全选了 我们要保持阳气 要养羊 将阳气保持 到秋冬的时候要养阴 如果你是吃煎炒醋热 又吃狗肉 又吃羊肉 大量的热 就会双阴 所以我们就要适当 就要用一些滋养的食物 现在这么冰天时 很多人都说吃多些羊肉 就是了 那吃你是不是真的不适合 吃羊肉是对的 但是它多数会放一些马蹄 就是不要太过 中平回来 对, 马蹄、红和白 放一些 生菜等放一些 不过 春污秋冬呢 女生会煎多一点 就是说秋天就有阳气不断散 秋天就要按住它 但是一般我们女生理解多一点 就是说春天的时候 你就不要说 就多蓋脾气 意思是 立刻不要穿那么少 就是还是暖一点 就是暖 秋冬就是 到秋天 就是不要说 一下子穿那么多 冬天要穿很厚 不要暖 就是穿得多一点 其实我们的理解是说 这样锻炼自己的身体 冷却的那种调节 对不对 年轻就是 我们都几十岁了 还穿少件衣服 我就觉得不太合适 不要 不要 没必要 没必要 应该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那情至养生 对 承知养生是对的 对的 喜怒休思悲响经 就是所有很多的疾病 终于叫做不耐外因 中医的病因 包括外因、内因和不耐外因 就是这些就是内因 譬如说我现在是很补粗 很补粗 那时候就会伤羊 对不对 伤肝 如果经常休思 就伤肝 肝 肝是屈一屈变 一想的东西多 就伤肥了 所以你一定要情治养生 一定要保持平衡心境 放宽的心态 是吧 凡事都看开一点 是 陈教授 世界就很美 你身体就很好了 陈教授 我有点想问一下 运动养生 一向说起都是运动养生 但是也有一个观点 就是不要运动 是要很安静地养生 归养生 对 对 归长寿 吃日马长寿 龟式大法 对 我本身很喜欢运动 但是有人跟我说 你看很多运动员 往往她的岁数 寿命是比较短的 因为她说她的 她虚毫也太厉害 对 她提前消耗了 就是透支了 这样又对不对 她就是过度运动 就是运动 动和静 是两个矛盾 应该以动来带静 但是你过度运动 又变成相反 所以她主要就是 我们应该以动为主 有些就过分去动 比如运动员的 那些亚运会 只是突然间死亡 那些过度的运动 马拉松也突然间出事 突然间死亡 就不代表运动不好 而是过度的运动 要根据个人自己的身体体质 去定一个自己的运动方案 有些人可能半个小时就够了 有些人可能要45分钟 就是不一样 其实这个可能是根据你的年龄段 来决定你的运动 就是你的体质 这个要考虑 这个要考虑 好像我今天早上 在地图公園走圈的时候 看到有个老人在后面 撞那个墙 把背脚撞那个墙 对了 他认为这样可以使得 那条腰更直 其实非常危险 我今早上就告诉他 我说你这个做法非常危险 因为为什么呢 老人家的骨質疏松 一断了就在截瘫里面了 就是你这样撞下去 以为这样就能够撞直条腰 就是撞直条腰 他说是撞后面的穴位 很多人都说 那些穴位不应该是这样做的 你按摩可以 你这样撞 因为你骨質疏松 很容易突然间 断了 一断了 折瘫了 大小便失禁 永远不能动了 所以千万不要做什么 老人家 年轻时可以考虑适当的处理 但一般来说都不宜 因为整个脊柱神经很重要 你一断了之后就变成 下底整个折瘫 大小便失禁 你麻烦了 上了年纪就千万不要 现在冬天真的比较冷了 现在开始都 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家 其实都要很生身子 在这样的天气之下 其实陈教授有什么保健资道 带给他们 我的保健法就是 要坚持体检 就是说一定 比如说你上了年纪的 你上了年纪的 每年一次基本体检 体检之后给医生去看 等医生看了之后 发现了有什么问题 要进一步进行检查 因为一般的体检是普通体检 如果发现了 譬如说一发现了你 颈动物已经合纳了 有斑块 那又出现了一些 似是而非的心脚痛 譬如刚才说的胃痛 可以表现了心脚痛 到底是心脏的问题呢 还是胃的问题呢 还是神经的问题呢 还是胆的问题呢 你要进一步检查 所以这个第一步 体检必须要进行 不要有些人不做 不去检查 不去检查是错的 一连一次是应该的 第一步是检查 第二步是什么 第二步呢 发现了问题 就是要治疗 就是治疗 譬如说我血脂高的 必须要治疗 如果你是轻度血脂高的 有斑块的 你轻度的血脂水平不是高得厉害 稍微高一点 控制饮食 不要吃太多肥肉 不要吃太多海鲜 海鲜就是… 我叫不要吃太多 不是叫你不吃 我也吃的 我也吃的 肥肉是好吃的 就是那些肥肉 我们少吃一点 海鲜的蟹壳 黄色的东西 不要吃 太高 胆固醇很高的 那些蝦 蝦头 蝦头那些黄色的 也是高 让小孩吃 因为那些很美味的 那些是好吃的 就是那些我们要吃 鱼蝦米少吃一点 我从来不主张人去绝对戒口 现在有些医生一叫 不要吃什么… 搞到人家一直不吃 搞到面黄骨瘦 我问他你要不要命 营养不良 你什么都不吃 特别是美女 要怎样就漂亮了 我看得多了 那些美女 搞得皮黄骨瘦 她认为这样就叫漂亮 所以我们的戒口是相对的 如果是发现这些问题了 首先就要控制饮食 不要吃那么多甜的东西 加强运动 加强运动 脂肪的肥的利的东西 和动物内藏的东西 小吃 从来没有说不吃 小吃大家注意 如果通过饮食也控制不好 血脂还是高 那就要吃药了 吃药一般来说 西药这个目的性很强 把点很明确 你动物硬化 一定要用西药 就是经过饮食控制不了 你一定要用西药 用西药 比如阿斯匹林 纳普陀 这些东西我们要用的 当然西药是有副作用的 西药的副作用 就是要跟医生去沟通 你出现了 譬如吃了之后 我觉得胃不舒服 你跟医生沟通 医生跟你调整 用另一种药 但是千万不要不吃 特别有些心肌梗塞 放了支架 出院了 他就不按照医生 现在四种药 譬如有高压一定要降压 有血脂高的一定要降血脂 阿斯匹林 这些我们一定要用的 碧塔兽体阻大剂 譬如贿塔罗克那些 我们一定要用的 这些我们要用 然后才能够保持长寿 从根本上讲 致未病的养生 无非也是强调 要从运动、情节、饮食方面进行 具体有哪些好的方法呢 吃一些在广告上 吹到神乎其神的保健品 是否真的可以达到 致未病的效果呢 下一节回来 内容更加精彩 欢迎继续收看 击波八大疲劳痕迹 持续保湿 对抗卷容 输入能量 精能性呼噜八重功效 来自忧雷眼男士 更有液体洁面租 更洁症更舒均 影新年大促销 广州东方宾馆二楼 商政海宁贫草城 全场水雕皮衣 低至一折 满一千送五百元 急买急送 仅至一月七号 影新年大促销 广州东方宾馆二楼 商政海宁贫草城 全场水雕皮衣 低至一折 满一千送五百元 满一万送五千元化费 急买急送 截止一月七号 低至东方宾馆二楼 整天检查投资 因为你用的洗发水 只做了一半 新海飞丝有效去蝎 更形成长下保护层 给你持久无舌保护 去蝎更进一步 实力派海飞丝 过吉祥年 更多人喝加多宝 加多宝 传承王泽邦 清朝道光年间 祖传配方 配方正宗 当然更多人喝 我要身体的滋润 跟面一样持久 夹身配方 Ole持久深润沐浴雨 面相及滋润层层心头 肌肤油滑一整天 Ole最美的你 吃了十年了 觉得牙齿越来越黄 拍照都不敢笑 佳杰市3D圆白 Micro牙膏牙贴 两个礼拜去调十年牙跡 一天美白 回到以前的 佳杰市 想要天天好气色 来点清晨纲 美宝莲好气色清晨纲 一抹自然好气色 健康色彩 天天好气色 健康放心用 美宝莲好气色清晨纲 美就现在 美宝莲好气色清晨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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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魅联人 西肱 李呲好气色清晨纲 看起出精神了 颅夜水清晨纲 白信、福寧、扣仁 即是波扣、木香、海飘烧 即是鱼骨,即是那些墨鱼骨 截杯,就是百味药 如果你一般的胃病 你自己买回来就可以了 用上用量,一般效果都很好 但是如果真的胃病 你的胃病是寒的,用它就不一定好 但一般大多数的病人都是普通的 即是介乎中間 所以你可以自己乘回去吃 效果都很好 這些就叫做病了 就是病了 我們說說自未病 陳教授有甚麼方法提供給大家 對於你來說,你自身的 那你就要發現問題,自未病 就是未病要防病 防病就是運動,運動養生 做甚麼運動呢 我就打拳 打拳 打甚麼拳 打甚麼拳 耍兩套拳 散步 我就是這麼簡單 幾十年就是那些 一個星期兩次跳舞 交而舞 跳甚麼舞 幾十年,交而舞 交而舞 這些果然是… 果然是情治養生 對 喝茶可以嗎 喝茶可以 喝甚麼茶 喝茶好 我認為普利比較好 還要熟普 還要熟普 中性,多數人會適合喝 我喜歡… 因為我是大集會的 我甚麼都喝 但看來普利比較好 還有我發現很多時候 我們去做足療的時候 足療師捏捏一下 你這裡有問題 這裡有,我這裡不行 這裡痛 其實足療是否一種 事未病的方法 這些可以用外用的藥 我介紹一下 如果你是擺關節痛 即是腳走下去痛 你用不足癒 用三十克 甚至六十克也不怕 用生鹽 沒製過那些生鹽 很大粒那些 是,但不足癒 用不足癒 炒到… 炒到… 那些鹽大概變成黃色 你用沙布 將它裹起來 然後來湯 湯哪個位置 湯… 湯到粥底嗎 不是,你哪裡痛就湯 哪裡… 就是像熱膚一樣 關節的問題 也可以這樣做 關節的地方 但不要說很熱的時候 就湯下去 就是要忍受 就像熱膚一樣 忍受,不要弄起泡 那就麻煩了 這些也… 這個也不錯 例如你的手是這樣的 你又用來湯 那些效果也很好 頭痛可以嗎 但不是包衣… 有效… 陳教授剛才介紹的是他平時的 致味病的方法 就是喝茶 對 一個散步 一個打泳春 還有足療 剛才說的,拿了甚麼湯 對 紅酒少量 紅酒少量 喝少許紅酒 紅酒少量 白酒就不好了 白酒… 不要抽煙 不要抽煙 不要抽煙,不要喝酒 對,不要抽煙 紅酒少量 喝了少許紅酒 紅酒少量 好,我們馬上進入 健康達人看問題 一起去影片看看發生甚麼事 最近廣州的天氣比較冷 陳伯總覺得胸悶氣短 有時候走快幾步都氣虛氣喘 老婆芳醫看到新聞說 最近老年人心臟病突發的事例很多 很擔心陳伯 一天他路過藥房 看到有廣告到經常推介的 補芯茶在賣 決定買些回去等陳伯試一下 廣州,買了好東西 買甚麼好東西 買甚麼好東西 這些是補芯茶 補芯茶 補芯茶? 我又補芯臟病 買甚麼飲料幹甚麼 所以說你吃東西了 中醫說,叫做自味病 你認不認識 甚麼叫自味病 即是你未曾有病 就要預防 這樣說自味病 這樣解釋嗎 如果這樣說的話 即是沒有病都要吃藥 每個人去藥房買藥吃 放飯吃就可以了 這個是補芯品,不是藥 補芯品是怎樣治病 你聽了這麼多人說話 我不吃 如果我叫你喝,你不喝 到時你有心臟病發作 你就會死 那就去醫院 請問,喝補芯茶 是否真的可以預防心臟病呢 好,不看完這段影片之後 不知道我們三位嘉賓 究竟是撐芯衣還是撐陳伯呢? 一定是陳伯 陳伯 治美病不是這麼像的 前面說了這麼多 如果這樣也不會 關鍵是甚麼茶 甚麼補芯品 就是太誇大藥效 所以如果靠它 就可以預防那些病 我真的信不過 不過我也是想起一件事 可能大家很多朋友都會知道 如果你去日本 一定會有人託你買的 叫做… 救心丹 對… 救心丹 就說老人家如果真的年紀大 或者本身心臟不好 就要隨身帶… 定期吃一點 對,隨身帶是急救的 這些急救 其實我很想… 借這個機會問陳教授 究竟… 他可否起急救的作用 我不敢說原名出來 是 大家已經說了,我不說 就是日本那種 我做了50年急救醫生 死不少人,也救了不少人 我沒有用過他來救人 他這些多數人在家… 因為他這些… 往往醫治心臟的病 他很多時候… 他很多時候… 是指了痛 就是說他實際不是心臟的痛 是胃的痛 或者食道的痛 或者神經的痛 真正的心臟痛 一般… 在運動的當時 拿著心前驅 拿著痛 一到三分鐘 一般是這樣 是這樣的 休息的時候可以舒服 可以靜止 就是他一痛就是… 一到三分鐘 一般情況下 我不是說絕對的 就是心肌感受的另一 就是心臟痛 他多數在運動的當時 出現一到三分鐘 拿著的 別氣、出汗 這樣的時候 休息的時候 你自己又會恢復 這些… 就是多數這種類型 有可能是心臟痛 但也可能是胃的 所以為什麼要檢查就是這樣 如果心肌感受的話 它就持續性的痛 持續性的痛 如果你吃那顆東西 能夠止痛的話 一般在… 一般我的經驗下 假如你是心痛的 吃那顆東西 能夠在一到三分鐘內 恢復正常的 有可能是有效 如果你是半個小時之後 有效的 或者是四十分鐘之後有效的 或者整個小時之後就不痛的 不是 他自己也… 第二個… 假如他說這裡痛 等一會兒來到這裡痛 等一會兒走來這裡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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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不是心臟痛 是不是神經痛 那些周圍痛… 神經痛… 還有一個… 問他… 他說這裡痛 問你哪裡痛 用手指點給我看 這就是這裡… 這就是這裡痛 壓下去就是痛的 不是心臟痛 那些都不是心臟痛 那些我說是一般的 不絕對 心臟痛多數是心前驅 其他疼痛之後 胸門… 一片的 出汗出 如果他正在上樓的 突然停下來 他就舒服了 那些是心臟痛的多 但亦可以是違反流性胃炎的 亦可以 所以不一定… 一般來說 心臟痛不會這樣痛快 用藥一般是一至三分鐘 譬如我現在… 你脾氣痛 我現在給你一粒燒尖金牌 讓你在舌底下含一含 很快,立刻舒服 好,診白乾脆就這樣 去看看病 怎知道呢 他就不信神醫 究竟怎樣呢 劇情發展,我們繼續看下去 可白最近去醫院看檢 醫生說他血壓高 以後要堅持服用降壓藥才行 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之後很擔心 到處打聽降壓良方 一天,他聽說附近的診所 來了一位神醫 開的祖傳秘方,降壓效果很好 於是就很誠心地去請方 老伯,你的高血壓很高 那怎樣?要不要吃藥? 不用吃藥 我開了獨步丹方的祖傳藥給你 主要有些成分就是綠豆 綠豆?我寒低的,還吃綠豆? 老伯,你現在是熱中大寒 你熱多,你寒少 你喝這隻就沒問題的 你放心吧,我是祖傳的 行不行? 是嗎?我神醫就醫了這麼久了 你看看我,醫了多少病人 都是用綠豆的 那就試試吧 你試試吧,放心吧 請問,熬綠豆是否真的可以降壓呢 綠豆 綠豆,對 很普通、很常見的一隻綠豆 真的可以治到它的高血壓嗎 我真的聽說過 傻瓜 有一期綠豆賣得很貴 原因就是有個神醫 某大師 不停說,甚麼病都是用綠豆去治 綠豆走天下 很神醫 我聽聽陳教授怎樣看這段影片 我聽說,綠豆是否能降壓呢 我就沒辦法降壓了 我就認為不行了 為什麼呢 除非綠豆,即是那些人真的熱得很厲害 即使是能夠降壓 不是真真正正的降壓 因為血壓24小時都不同 每分鐘,你一分鐘前 你量的血壓是140 一分鐘之後可能120 再一分鐘之後可能150 血壓都不同的 你怎樣去觀察 所以綠豆的降壓根本沒有意義 剛才看到影片裡 那位自稱神醫的那位人士 我相信陳家屬行醫 當然也見不少這些所謂神醫 你有甚麼特別故事分享一下嗎 類似這樣的人 聽吃甚麼藥 甚麼補健品就能夠治好高血壓 這些就多了 每天都有 結果這些人很多就是出問題 因為他由於不控制血壓 另一些就是有些醫生沒有跟他很好溝通 做好過半個醫生 我幾次都這麼說 多好的醫生都是半個醫生 有半個醫生是病人 我們必須跟他溝通好 每一次我們用到藥 告訴他 你的血壓 譬如你是80歲的 你的血壓是190 你不要跟他降到130了 因為現在有些標準 有糖尿病、有高血壓、有冠心病 就要把血壓降到130 80歲的人跟他降到130 就已經腦的功血不夠了 因為你降得太低 腦本身要有一定的壓力 才能夠保持腦的充血 你降得太低 就變成腦梗塞了 反正出現中風 所以160歲的 如果你是80歲的 降到160歲或150歲 都可以了 今期節目,我們討論滋味病 大家對這個形式已經加深了 在這裡,我們再次謝謝陳教授 再次謝謝陳教授 謝謝陳教授 謝謝三位嘉賓 各位朋友,健康100分 健康生活更繽紛 今期節目時間到了 我們下期再見 好,再見 老年人冬天的時候 很容易筋骨痛 究竟是甚麼原因造成的呢 下星期六請來廣東省中醫院 大骨科主任林定坤教授 告訴大家 怎樣預防筋骨痛 和痛的時候應該怎樣緩解 而我們現場的三位嘉賓 也跟林教授一起做一套 防止筋骨痛的保健操 想知道的朋友 一定可以錯過 下星期六的健康100分